欢迎回来我们的领袖培训会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就座 刚才讲的是产品 我老实说 我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你们都是市场的人 主要的是 有这个东西过后 在市场一段时间 谈了一段时间过后 就有一定的谈法 那么那个就是要复制下去的 所以一些领导人 必须要先以身作折 那么把那些 所谓的那些新的字 要学起来 比如说一些成分的名字 什么赫藻堂椒 什么核心药剑 还有什么苹果多分 这些要记得 好了 那么既然你们是市场的人 市场的运作 市场的东西 我们都必须要能够 很清楚 到底要打一个市场 要 要做到一个市场 我们应该做什么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主讲人 就是谈市场的今天 这个人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我认识他超过十多年了 你看我还没有讲是谁 就有一种 我可以看到那个气氛 要上来了 Valessa十多年 老实说他带着团队 每一个团队成员 都非常地尊重他 非常地尊敬他的 虽然有时候他会开玩笑 他会什么 不过 在做到事情的时候 在做事情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很尊敬他 他不但争取到他的团队成员的尊敬 他也赚取到 跟他平起平坐 跟他上面的人的尊敬 因为他的确就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领导人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平常我给他们的 我们在讨论某一些决策 我做了一个决策 老实说过去十年 甚至在之前 我做的每一个决策 他都没有说no的 有时候我做了一个决策过后 他会 然后 他会思考一下 OK 他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有时候 组织出现这样的人 真的是 祖先的风水一定要好 你的八字重 真的 很幸运的 能够跟这样的人配合 很好配合 不会说我做了一个决策 没有啦 老板不是这样的啦 然后我还要去说服他 给他看到各个方面 接着下来这个主讲人 也是我们各位的领导人 不需要 不需要 我做了一个决策 他就算听了 这一刻不能接受 你给他几秒的时间 他就进下来 下一个就是 OK 就是这样 他就会去把它 执行出来 感恩 立为国际 有这样的总监 我们掌声欢迎 打托 Kenny Wong 各位领导人 大家早上好 好 太多老板在了 真的需要给你们 自己本身的一个掌声 我还没有开始我的主题 我想跟你们讲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 是当老板跟我讲 我下一期的领袖培训会 你是主讲 然后他就跟我讲 那里三亚 所以就有很多人开始问 就在我妈妈的耳朵就听到了 你去三亚谈课吗 我讲是 然后三亚很美的 我发觉到他好像想跟我来 然后我就跟他讲 你不能进去的 他讲我去那边玩罢了 去那边看罢了 所以就顺便 然后买机票那时候 就顺便买买 然后我妈妈的机票 跟我两个干儿子 就来了 就跟着我来三亚 我记得两天前 我就跟他讲 早一点 那个飞机不可以miss的 如果miss了过后 我就死了 底下我来不到了 或者我来到没有时间 去思考要谈什么 他讲OK 所以我的在马来西亚KL 我的飞机是1点15分 所以我早上就打一个电话给他 你们出门了吗 我等一下怕 连累到你 所以我们已经5个小时 我们出门 8点就开始出门了 这样他一出门 他在哪里来 KL上飞机 在我的home town 就是在我的一个镇里面 那个叫乙保 其实乙保要来 KL需要3个小时 他们才到机场 所以他们也用5个小时 当他一出门 进去高速公路 塞车 塞了多少个小时 塞了3个小时 当他打给我那时候 他讲 我塞了3个小时 还不能跑 我再算 好像来不及了 我就跟他讲 不用紧 底下你来到 然后我走了 你就换那个机票 然后你自己来 我在机场接你 所以我就到机场 跟我们的tech 我们的training department 我们就一路算一路算 不能到 来不及 因为我们算 他怎样快 我弟弟驾车 来到剩下 给我们算 来到应该半个小时 应该check in 不到了 因为我们如果国际来讲 是不是要 一个小时前 我们要到 如果一个小时前不到 他就把那个counter 关掉 counter就是 柜台 锁了 就不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机场 就一路打 一路打 一路打 他最迟 要12点15分到 如果不到 就不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跑去counter 就开始跟那个柜台 那个女孩子谈 我讲 来住了 他就问我 需要多少时间 我们就跟他讲 需要30分钟 他讲不可以了 那个要关了 那个柜台 所以我跟Tag就在那边 做A.P.G.教室 两个在那边 一路跟他谈 一路跟他谈 我们马来西亚 要来 需要一个viso的 如果没有viso 是不能近的来到中国 所以我们一路谈 不如这样 他一定会来的 你先打那个机票给我 他讲不可以 因为我要看到那个viso 才能够打那个机票 他们真的来住的 我们就一路跟他谈 一路跟他谈 他讲不能了 我的柜台要关了 那个时候 我记得是12点15分 我再打 那个电话 我算 我叫他 现在在哪里 还有多远 他就跟我讲了 讲了过后 我自己本身 一路以来 我都在 每天就驾车 我算得到那个时间 但是我一算 需要半个小时 他讲 这一秒钟 我们就要关了 如果是你们 你们会做什么 不便了 没有办法了 因为国际 你要飞最少一个小时 我跟Tag 两个都一路 在跟他谈 没放弃 一路跟他谈 我们谈到最后 他先打机票给我们 然后我们拿住 然后我们拿住那个机票 就一路不要给他 关那个柜台 最后 我们真的做到 迟了半个小时 我们还能够进飞机 所以当他给我们进那时候 我们两个一路跑 那时候 我们头一路摇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从来没试过 如果你真的 一个小时前你不到 他就不会给你进去的 所以我们谈完了过 我们自己都不相信 我们谈完了过 我们都不相信 人还没到 他能够给机票给我们 我都不懂 为什么能够 所以我真的 整趟飞机 我飞过来那时候 我在想 老板给我这个主题 市场的规律 我们讲到规律 规律是什么 规律就是 能就能 不能就不能 对吗 有谁上去 蒸发了过后 有谁下来 那个就是规律了 对吧 所以一个企业 也就是有它的规则 对不对 我那个规则不可以的 我们都可以打破 所以当我在飞机上 想那时候 市场的规律 市场有规律的吗 到最后我自己 总认为 市场 是没有规律的 规律 一切在我们自己本身 对不对 是我们要 还是不要 如果我们要 我们没放弃 一路在 做 一路在坚持 这样有 它很大的可能性 它是能够做得到的 可以这样讲吗 我们讲到人 有很多人 当他创业那时候 不管 是不是我们这一个行业 或者传统行业 大部分的领导人 讲什么 大部分的领导人 会讲 不是我不想去做 我没人才 不是我不想去做 我请不到人才 不是要我不要 对吗 我身边一个人才 都没有 我们讲到人才 人才 什么叫人才 人才 就是有目标 跟有方向的 那个才叫人才 对不对 如果我们要请一个人才 如果我们自己本身 都没有一个目标 我们自己本身的态度 也不够好 这样你认为 我们会吸引人才吗 我觉得 人才 需要什么 需要吸引进来 做了某一些东西 然后人家看到了 对吗 他才会跟我们 对不对啊 所以 在这里我也想 跟你们谈一个故事 那一个故事 是我 从小到大的一个故事 如果讲到我的故事 就要动到一点点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是简单一言来讲 他是没有母亲的 就是 我的爸爸的妈妈 是我公公的 二奶来的 为什么你们会笑 以前可以的 好像 所以他生下了我爸爸 就给大的 就赶走了 所以我 我爸爸从小到大 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 当他结婚那个时候 也什么都没有的 所以 结婚过后 我爸爸就很用功 跟很努力 所以每一次我上台 我就会跟很多人讲 一年里面 我可以见我爸爸六天 就整年一百 一百三十多天 就可以见我爸爸 四六天 因为他往外 去赚钱的 所以 应该 十多年 十多年 我每一年见我爸爸 六天 就是过年 那个时候才会回来 所以 就是因为他没钱 他想赚钱 他希望 以后 我过得比较好 他也希望 他有钱 来培养 他自己本身的儿子 所以我 从小到大 他怎样培养我的 当每一年 见他六次 他怎样培养我的 他一回来 比如 我是七岁 他看到别人的小孩子 七岁 他能够踩脚车 他用六天里面 叫教会我 踩脚车 他怎样教会我 踩脚车 他就找一条路 马路 有鞋坡的 他就买一辆脚车 就把我带上去 那个鞋坡 然后就把我放上去 然后他坐稳 就叫我坐稳 然后他就一推 然后我在鞋坡 那时候 哇 这样就滑下来了 真的这么顺利滑下来吗 他坐稳 那个时候他一推 哇 在那边一路转了 整个身体上了 一路再哭了 他就抱我回去 然后踩脚膏 然后明天早上 又拉那辆车 又跑上去 那个鞋坡那边 又叫我坐上去 然后就又推我下去了 又 又再转了 又再哭了 又再抱我回去了 又踩脚腰了 所以我身体里面 我就会吵脚车了 踩完了脚车 他就跟我讲 不够快 你要够快 如果你不够快 你的弟弟都不够快 我就问他 怎样快 他就拿一个摩托 摩托你们懂吗 摩托 然后他就跟我讲 捉住他的肩膀 就是一个手 捉住那个脚车的车头 然后一个手 捉住我爸爸的肩膀 然后 他就叫我弟弟 又捉住我的肩膀 另外一个手 就捉住那个脚车 如果他跑那个时候 他想坐稳一点 OK 就坐稳一点点 他就慢慢 越来就越快 我就越来就越快 我就越来就这样 哇哇哇哇 一路再喊 有这么顺利吗 又没有这么顺利 我的车头 坐不稳 摆一摆 然后就弄到我弟弟的车头 两个就粘在一起 然后就一路跟着转了 然后我站起来 我弟弟的手 这里一段骨折 这里一段骨折 三段骨折 然后就拉回去 然后他又出国了 又不见掉了 六天了 所以我从小到大 是这样大的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他从小到大 没有母爱 也没有爸爸疼 从小到大 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就有一个目标 他希望什么 希望他的儿子 长大了过后 出人头地 所以每一 什么都要去学习 所以我每一次上台 我就跟很多人分享 我会谈很多语言 比如华语 我会一点点 比如英文 我也会一点点 比如马来语 我也会一点点 印尼语 现在也会一点点 所以有很多人问 为什么每一个都一点点 就是因为我爸爸 想我出人头地 所以他在马来西亚 在打工聘 想做老板那时候 他就讲 他打工 他不认识这么多字 他希望什么 希望我们以后 读到比较厉害 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他希望什么 希望我读会英文 所以他想 对 读会英文了过后 应该在市场会比较好 所以他就 想尽办法 把我送进去读英文 当我在读英文那时候 他开始打拼 慢慢过得比较好了 他自己本身做了 一点小生意了 他就想 如果我的生意做大 变成我孩子要接手 现在我在马来西亚 他想了一下又不对路 然后我读了五年的英文 他就讲 英文在马来西亚 没有什么用 我送你去读马来语 然后我就进去了读马来语了 读了五年 他又来跟我讲了 我们是华人 如果华语不懂 也不能够 他又叫我 不要读马来语了 又再送我去读 不读马来语了 又再送我去读什么 读华语 所以 我什么都懂 但是什么都懂一般 所以到 现在你们听得懂 我在讲华语吗 老板一路以来都不给我讲 广东话 如果讲广东话 我就厉害了 如果你们会听广东话 你们也厉害了 因为我肯定论到你们够力 所以我谈华语 有很多语言出不到 我很痛苦 所以我逼我自己本身 是想一种语言 来告诉你们 所以怎样都好 语言不够 变成比较就慢了 如果语言够 你们就打祸了 打祸有时候 有人不懂 讲什么叫打祸 对吗 就是有一个煮汤的 煮菜那个东西 大大个的 我整个一起煮到晚就对了 那个叫打祸了 一锅薯啊 给你们 所以 我从小到大 就是这样长大 他就一路拼一路拼 到我18岁 真的 我18岁那一年 我爸爸就买了一两 Mersley Band 是他自己本身的目标 或者梦想 就买了一两 Mersley Band 就是 能够做生意 加到一两Mersley Band 就是过得不错了 可以了 那几年就有用人 来管制我们了 他买Mersley Band 也是在过年 他那辆车 没有驾到三天 他意外 人这样就走了 然后人这样就走了 所以那时候 我自己本身 18岁 我就要出来 扛起那个家庭了 我就一路再拼 不管什么 一路再拼 一路再拼 很快 就来了30多岁 来了40多岁 然后 认识我超过五年的人 他都懂 我四年前结婚 我四年前结婚 也是在立院里面 有一点小成就 所以我就送了一个家 给我妈妈 拿来做我自己本身的 结婚那一个家 所以我就跟老板在谈 当我在谈那时候 我就讲到老板的家 老板的家门口大门一开 就看到一个传家妇很大夫的 如果有去过老板的家 看到一个传家妇很大夫 就看到爸爸 他的爸爸妈妈 然后老板 他的儿子跟他的姐姐 全部都 有一个很大的传家妇 在他的大厅里面 所以我就跟老板谈 我又很想做一个传家妇 放在我的妈妈的家 所以 当我一想那时候 我就爬那个头 爸爸死了20多年了 好香 好香 差了一点点 不完美 传家妇应该有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对不对啊 那个就是一个传家妇 所以老板讲 可以的 我就问老板 怎样可以 他讲你们去拍照 拍了那个照 然后坐在那边 然后就把我爸爸的照片 放老30年就可以了吗 我讲怎样放老30年 他就叫我 叫整家人坐在那边 跟妈妈坐在那边 找一个跟我爸爸的身材一样的 然后坐在我妈妈旁边 所以我讲 找跟我爸爸的身材一样 所以我就在那里找 我在business development里面找 我找到谁 我倒找到Jackie 你们懂吗 Jackie Lim 懂啊 我们的business 其中一个很帅的人 我就Jackie坐在我妈妈旁边 然后我就拍 拍了整家人的一个传家妇 然后拍了过后 就把这个照片给老板 老板就拿我爸爸的人头 然后把Jackie的人头割掉 我把我爸爸的人头放进去 然后他就edit了 我把我爸爸的样子 我老30年 就把他的传家妇放进去 然后做什么 然后寄那个传片来中国 叫一个人画的 把它画出来 所以我的传家妇 不是拍出来的 是他拍出来的 但是放上去那一个 是叫一个人 在一笔一笔这样画出来的 所以我的家里 有一个传家妇 死了30年的人 还坐在那边 跟我们在一起 这样我每一次我看完了 我自己本身 很大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很清楚 我来到今天 就是有人不停这样 一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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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给我们看 到最后 他牺牲了 为了那个家 他牺牲了 但是他做了很多 很多很多历史给我 所以当我要放进去 那个照片那时候 我问我自己本身 真的要这样做吗 我给很多很多很多 理由给我自己本身 到最后 我真的叫老板这样做 老板也找一个人 帮我画出来了 所以有很多 亲戚朋友 一来到我家 我结婚那一天 全部都站在那边 看出那幅画 他觉得很奇怪 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奇怪 亲戚朋友一定懂 我爸爸已经走了30年了 为什么你们传交付 还有这个人 因为那个人画到 好像真的是拍出来一样的 所以每个人 都站在那个地方 不走的 最少半个小时 站在那边看出那幅画 我每个亲戚朋友 看出那幅画都哭的 很奇怪的 每一个看出那个画 就会哭的 所以那一幅画 也是我自己本身 那个家的 是一个宝来的 所以就是因为那幅家 我整家人的交情都很好 不会吵架 如果我讲的东西不对 他们也不会吵 我做的东西错 他们也不会买烟 也不会吵 兄弟姐妹 没有鬼打鬼的 背后插你一刀 那个插你一刀 所以有一天 我坐在那边 在跟妈妈吃饭那时候 整家人就坐在 那一个吃饭那个地方 就看出那幅画 我的指着中间那一个人 有人为了那个家 不停这样拼 最后牺牲了自己 如果有人为了那个家 过得比较好 比较健康 牺牲了自己 所以我们在这一座台里面 不可以为了一点小事情 就在那边吵吵闹闹 所以就是因为那幅画 一方向去了过后 我的家 就很顺了 没有吵家 没有吵吵闹闹 有时候我真的在那边想 真的有这么大的霸气吗 那幅画 我自己本身每一天回去 我就会看一看的 到最后的结论 就是有人做过某一些东西 为了我们 所以我们不可以 为了自己一点事情 就会吵吵闹闹 对不对啊 就是他做了某一些历史 所以才没有吵吵闹闹 这个就是我的过程 所以我就把这一个文化 带进来了 我就问我自己本身 如果我要做得更好 我怎样做才能够做得更好 如果我可以这样对待 我自己本身的家 我问我自己本身 我能够也用这种方法 这种方式 来对待我自己本身的团队吗 我每一天都一路在问我自己本身 我能够吗 所以有很多人告诉我 我不是不要我没人才 我不是不要我找不到人才 我不是不要我买不到人才 所以永远我都会告诉我自己 人才是买不到请不到的 人才 你要找到你自己本身做了什么 人家在看 那个人才会跟你的 我这样讲 我不懂你们认同吗 好像我们的Selix这样 他进来21个月 他能够做利润的飞马舞 我想问你 当人家问到他 利润能不能够做 他把他过程讲出来 然后在利润里面最短的 然后是我们的飞马舞 会不会因为他的过程 他的历史 能够引更多的领导人跟住他 会不会 我们真的需要给我们的Selix一个掌声来 所以有很多人 当看到我们的Rivate的产品 当他吞下去了 我们第一个想法 哇这么好的效果 应该能够做 然后我们都开始出去做了 然后他自己本身也 给自己本身一个目标了 当时他往他的目标去 但是大部分的 还没有达到的目标 他就停掉了 然后就是开始埋怨了 市场 市场的问题 不是我不要 是市场的问题 也会讲出那一句话 不是我不想 因为你跟我不一样 你找到每一个都是人才 我的 找到每一个都是顾客 所以 每次我都会跟他讲 人是一样的 人是一样的 如果那一个的 找到是人才 我们打开眼睛来看 为什么他有人才 你没有人才 所以有时候我们拿出一个产品 我们自己本身的态度 我们自己本身的态度 我们自己本身拿出一个产品 那一个产品 你拿出 用最好的见证把它卖出去 如果那个人买了 你认为那一个人 因为见证他吃了好了 那个人会进来吗 所以永远 我都跟我自己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真的 拿出一个产品 我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 我们把那个产品 卖出去 第二 我先不把那个产品卖出去 我问我自己本身 我能够解决这个人的问题吗 如果我能够解决这个人的问题 就是我能够 也是跟卖的一样 能够赚一个人的钱 就是如果我看到人的问题 一个人的问题 就是我能够赚一个人的钱 如果我看到 十个八个人的问题 我就赚十个八个人的钱 如果我看到整个市场 都是问题 所以我能够赚整个市场 都钱 对吗 所以大部分他们自己本身 没有去学 大部分 他觉得我们的产品好 这么好的效果 我把它卖出去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人才带进来 如果我们没有解决到他的问题 他永远都不是你的人才 他属于你的顾客 如果我能够解决完他的问题 他就是我的人才 一个人才 一个人才 大部分都有很多疑问 为什么我要吃 为什么我要做 为什么我要跟你配合 为什么一定是你 为什么一定是立月才能够成功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都一样的 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对还是错 如果我是错的 我是用骗的 我是用下的 然后把那个产品卖出去 给你卖到 那个也是一个顾客 对吗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很清楚 如果我们要做得更好 我们需要更多人才 当我们也懂 我们要做得更好 我们需要更多人才那时候 就问问我们自己本身 就问问我们自己本身 我是不是那一个人才 如果我自己都不是那一个人才 这样你就没有办法 有人才跟住你了 尤其是我们在一个这么好的平台 这个平台能够影响什么 这个平台能够影响今天 几千个人才坐在这里 真的需要给你们真的一个掌声 我不懂 我到现在还没有站过 别人的企业的舞台 我也没有看过 别的企业 他们老板在演讲 跟住那个企业的 有多少个人才 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看到 我看到另一位 影响的人才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 如果我们能够 倍增多一倍 我们能够倍增多两倍 我们能够倍增多三倍 所以每一次老板跟我们讲的 我们是能够做到世界第一的 我们能够做到世界第一 一切就看我们这个房间里面的每一个 看我们自己本身 今天我们能够做的什么 能够复制更多人才出来 你问我来讲 就一个 把我们自己本身的态度做对 然后 我们做 我们应该要做的 如果每一个人 今天在这里 我们复制多一个人 我们今天这个房间里面 马上 我们就会变成四千个人才了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真的不是这个平台 我们还有哪一个平台 可以让我们 达到我们一个壮观的目标 所以有很多人告诉我 Operty 5 已经很成功了 也有人告诉我 好小料啊 这一次我们的Bertia 6要出了 如果Bertia 5能够做得这么大 Bertia 6一定可以翻很多很多很多倍 我听完了过后 我自己本身觉得 不是我们Bertia 5 有这种成就 刚才老板有讲 从我经济立月看到的Bertia 我已经觉得很夸张 可以把一般人带进来了 那个时候 那个就是Simon 我们真的需要给Simon一个掌声先 从Bertia那时候 他们就吸引很多很多了不起的人 把那个产品吞进去了 因为它不便宜 它是很贵很贵的一个保健品 那个时候又没有见证 能够做300万的业绩 那个真的不简单 从Bertia开始 Bertia 2那时候 他们因为 他们这个盘品不便宜 那些吃的人 也不简单的人 有钱的人 因为就是300万 Bertia 1出来 他翻了三倍 他做了900万 就是1000万 然后Bertia 3出来 他又再三倍 Bertia 4出来 他又再三倍 Bertia 5不懂多少倍 已经算不到多少倍 就是他不停这样 把一个历史做出来 不停地把一个历史做出来 应该每一个人拿出这个产品 他就能够做 所以当很多人 就因为他做过 他们上来 但是也是有很多人 在下面 还在买烟 也有很多人 问我奇奇怪怪的 那些问题 有些人是这样问我的 当我问到他的目标 几时要做到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不是我不想要 我想要 但是 当我跟我的朋友在谈 他也明白了 他也很想做 但是 他问我一个问题 我想问你什么问题 所以我的朋友 他也认识三十七团队 你现在是三十六 所以我要跟三十七 还是要跟三十六 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看出他 利润是一个平台 主事是一个接力 到最后 你跟那个人谈 不是跟你的吗 是跟组织的吗 我讲为什么 为什么跟那个人谈 那个谈完了过后 那个人会问你 我要跟三十六 还是跟三十七 不是觉得很奇怪吗 是我在谈 他们能够应该跟我的 不是跟团队的 对不对 当那一个人问我们 那个时候 我们自己本身 有没有问自己本身 为什么那个人 选择明白了过后 跟那个团队 还是这个团队 还是那个团队 他永远都不会讲出 我跟你的 如果是这样 我们自己本身 有没有在思考 我们做了什么 为什么那个人谈完了过 明白他要 他也懂在这个市场 在这个产品 在利润里面 能够出人头地 到最后 他问的是跟这个团队 或者那个团队 或者那个团队 永远不开口是跟你的 这样我们自己本身 就要问问自己了 我们自己本身做了什么 我们自己本身做了什么 那个人要听我们的 我们自己本身做了什么 那个人要跟我们的 对吗 所以你看 所以刚才我讲 市场是没人才的 市场是没人才 找不到人才 那一个人才 是我们带上来的 对不对 所以不要再讲 他找的人比较好 我找的人 没有这么好 所以有时候 一个这么好的产品 一个这么好的制度 一个这么好的平台 也是这个平台 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系统 但是有很多人 因为我们立月的文化 立月的系统 立月的产品 他相信 因为他相信 立月 然后他进来 然后他进来了过后 他不停地去找人才 当他觉得 他在这个地方 做得很好 然后有一个人 告诉他 那个地方 有一个人 很了不起 然后他就放下 这个地方 然后就去到 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就找 那一个人才 当去到那个地方 另外一个人 就跟你讲 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人才 然后他去 又去这个地方 又在找那个人才 刚才我已经讲了 人才 要放时间 然后培养 给他更了解 他才是你的人才 所以老板 每次告诉我们什么 不要在这里打打 那边打打 对吗 如果我们在里 又打一打 在那边又打一打 在这里又打一打 你认为在我们的组织里面 能够有人才吗 不能够 因为我们还不够时间 把那一个人变成人才 我们就不见掉了 如果我们在那一个地方 不走 我们继续打 继续地叫 继续地给他明白 你认为那个地方 能够出现很多人才吗 就好像立月这样 他一开始 就在新加坡 老板告诉他自己 如果做不好 我不会离开 有人跟他讲 救我老板 他下了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就是马来西亚大三角 他在那个地方 打了多久 大三角 那一个地方 在马来西亚人也觉得 是鸟都不生蛋的地方 一个这么好的产品 做了三百万 做了一千万 他还在那个地方打 鸟都不生蛋的地方 他一出来 他在那个地方 跟新加坡 已经做了三百万 他一出来 他在鸟都不生蛋的地方 他犯了三倍 他做了一千万 鸟都不生蛋的地方 第三年 还是继续在那边打 所以今天立月 头一批人 全部都是人才 我们看Mr. Law 我们看耶利 我们看Simon 我们看四天 我们看阿里 Kaley 这一些领导人 全部都在那个地方 不跑 不停这样打 不停这样交易 不停这样做 才会出现 大三角这么多人才 我们真的需要 给头一批的人才 一个掌声 就是因为 头一批的人才 出来了 然后就有第二批的 然后都有第三批的 然后都有第四批的 因为他们 不停这样做 某一些记录出来 让人家看到 让人家明白 他才能够 不停这样背诊 对不对 所以不要怀疑 立月把那个系统 做出来 所以不要怀疑 立月的每一个会议 但我们真的相信立月 也因为我们看到这一些 就是因为这一些 吸引了我们 所以有很多人 因为这一些吸引了我们 但是他一进来了 他就被市场影响了 而被市场影响了 就越来越多问题了 所以在这里 我想跟你们讲一个故事 我很久很久没谈了 这个故事 我也不想谈这个故事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故事 老板称我是大便人 所以今天我很想跟你们 分享这一个故事 在我十多二十岁 我是做什么的 我曾经做过销售员 在那里做销售员 我在一个很大的商场里面 我做销售员 我卖什么 我卖钢锅的 就是你们有看过 商场里面有人卖钢锅吗 煎蛋啊 煮菜啊 然后那个锅 不会煎那个蛋很美的 不会焦的 我也卖过烫豆 应该是在18岁 21岁那段时间 那时候是在哪里 在马来西亚 瓜拉伦波 有一个商场 叫金河 里面 所以 每一天就在那边 骗人 就是那个光锅 很好用 每一天骗那些 伴侣伴侣 所以我们有一班人 我们有四个人 那个四个人 每一天早上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我们住在那里 我们住在如果这里是商场 我们跑回去我们的家 应该用15分钟里面 我都能够回到家了 就是上 上 放工了过后 我这样回家 如果这样跑来讲 我15分钟就可以到我的家了 所以每一天都是这样 有一天我们放工那时候 下了很大很大很大的雨 我下了很大很大雨 我们四个人都站在门口那边看 我们看 哇下了这么大雨 如果我们跑回家 肯定我们整个身体都吃到完了 这样我们跑回家 有两条路 一条 是有一点这样圆圆 这样兜一个圈 这样回我的宿舍的 有一条路是直直的 那个直直那条路 是不能跑的 如果都一个圈回去 15分钟 比如 我们 跑那个直直的路 应该5分钟不到 就到我们的家了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跑 因为它很暗 在20多年 你不可以在马来西亚 跑暗暗的路 没有灯光的路 如果没有灯光的路 你跑 你会中招的 中什么招 就是你一跑 马上就背后 有一个人 督住你 拿钱出来 所以我们永远都会跑 不会跑那个小路 我们永远都都一个圈 我们才回到我们自己本身的 那个宿舍 所以那天下得很大雨 我们在门口那边站住 我们就问四个人 我们要直直回去 还是我们要都一个圈回去 而四个人都一起讲 不如我们直直回去 有可能我们跑快 我们身都还没事 我们就已经回到家了 所以我们四个人都站在那边 讲得很明白 告诉每一个人 底下站我们跑那时候 我们不可以停 底下停下来 他背后有一根拿一把刀出来 我们就完蛋了 所以那时候四个人都谈好了 我们就做好准备 下了很大雨 一二三我们就可以跑 三个人四个人一路跑一路跑 那条直直那个路 中间有一盏灯 那个接灯 是不是叫接灯 接灯 所以如果中间那条路有一个接灯 所以我们进去那个路那个时候 它是黑的 然后你越跑 它就越亮 对吗 然后越亮 然后慢慢跑 它就越暗 对不对啊 因为那个路程就有一个灯 所以我就讲 我们一跑 就一口气跑到晚 然后一二三 我们四个真的跑了 我们跑跑跑 越来越光了 越来越看到 越来越光了 但我们越看到 越清楚那时候 有一个朋友就看到灯光下面 包住一个好像前的四四方方的报纸 就是在灯下面那边 所以一路跑那时候 有一个人讲 前面好像有一个东西 我们三个就跟他们讲 不要管 我们直接的跑 然后跳过去 我们就回到家了 我那个讲 不是我 不可能灯光下面 有一个东西在那边的 包的这么好的 不要管 跳过去 我们就回到家了 我们就继续的跑 但是跑第一那个 他停下来 然后蹲下 然后我们就背后 就一起停下来 就问他 为什么不跑 为什么停下来 他讲 我们来都来到了 我们看也看到了 不如我们蹲下来 拆开看 包张 包住那一个 是什么来的 我讲 不要管站起来 下了很大雨 我们回家就对了 那个讲 来都来到了 蹲都蹲下了 一起蹲下 我们看是什么来的 没有办法 那个不起来 我们三个一起 蹲在那边 那个蹲下来 第一个就开始拆了 他开始拆 他也拆 拆了过后 他看到黑黑的 一块东西在那边 黑黑的一块 然后我就 三个人就问他 什么来的 他跟我们讲 不懂 丢下了 我们就回了 拆都拆了 看也看到了 我们就看看 他是什么的 他就用一个手指 看到一搞的东西 就是一块 蛮厚的这么长 他就拿手指 来按下去 他一按下去 很软的 煮 他进去了 我们三个就问他 是什么来的 他讲不懂 好像黏黏这样的 不懂我们站起来 又再跑回家 他讲来都来到了 他就拿那个手指 就要出来了 他就放在他的 这里 闻一闻 我们就问他 你闻到什么味道 他讲 好像是大便的味道 来的 我讲大便的味道 我们跳过去走了 我不甘愿 不可能一个大便 有人包得这么好的 大便那里有人包装这么好的 没有人包装这么好的 他闻了过后他不相信 他拿了整个手来压下去 一声 哇那个味道马上攻上来 他跟我们讲 好像真的是大便来的 我讲 我讲跳过去回家了 我不相信包装得这么好 他没可能的 他都拿那个手黏黏的 他拿那边黏一下 哇他讲 他妈的 是大便来的 然后他很快 就站起来了 很快就开始跑 当他一路跑 我们就讲 看刚才不要叫你尊起来 他讲好彩啊 我们讲好彩什么 他一路跑那时候 他一路拍他的裤子 一路跑 一路跑他的裤子 好像我们没有好彩 我看啊 我们没有插大便啊 然后我跟着讲 我们虽然没有踩到那个大便 但是你整个身体都是大便 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 这个故事是什么 立月一年一年一年 将你创造创造 不停将创造 很大很大的业绩 所有一切 都是跟着 把它做好 把自己调好 把自己变成那一个领导人 但是问题在 当问题来那个时候 我们不单止压下去 看看那一个是什么 压了过后 我们懂是大便 但是还不足够 我们还要撵下去 懂了是大便 还不足够 还不相信 我们还要撵一下 吃下去 还不足够 我们还要拍到整个身体 整个主节都出现问题了 我们就讲 真的 不可以 不相信 有时候人真的很奇怪 人真的很奇怪 当我们真的找不到人才那时候 我们真的要问问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要找答案 还是要找一个问题 还是要吃下去 那个大便 我们才 觉得真的 不可以讲 那个属于一个故事 我希望我们在市场 当我们遇到问题那时候 当那个问题来那个时候 我们也感恩 感恩那个问题来到我身上 就是因为那个问题来到我的身上 就是那个问题 我找到一个答案 就是有很大的可能 就是因为那一个答案 外面所有的人才 很快 他们就坐在这个房间里面 对吗 所以立位 你问我来讲 真的要改变我们的自己本身的生命 或者健康 会达到我们自己的目标 以今天来讲 它已经很简单了 所以 它创造了很多很多日式 尤其这个八月份 我们有我们的领袖培训会 每一个领袖培训会 站在舞台的人 他以前 他也有故事 他以前那一个故事 是创造了他自己本身 有很大的可能性 因为他的故事 影响了很多 很多 很多人才进来 所以我们要把握 这个企业 把握这个企业每一个会议 我担保 站在舞台的人 他们会喊得很大声 跟他们讲 我以前 来告诉他们 立位 能够创造他自己本身 在这里我也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 感恩你们 我还是喜欢他大便的故事 我们再一次的 给他多一个掌声 我喜欢他一面跑 一面拍身体的动作 感觉他好像真的是在拍大便 在身体上 的的确确 有很多人就是很喜欢研究问题 比如说 顾客问他一句话 这个产品 这个鹿 它是吃草的 还是吃饲料的 那个人被困扰 他就会问 所有立位的高层 他就会在Facebook问我 然后他得不到这个答案 他觉得 没有办法做下去 他没有办法 在立位做下去 或者说 他觉得说 某一些市场上的 一些负面的东西 他一听到 他觉得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这条路走不下去 奇怪的 就是很喜欢去研究 研究到彻底 确定了 这是大便 他才甘愿 不过问题是 他整身已经是大便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遇到问题 我也遇到问题 我们的组织越来越大 因为我们看到问题 有时候是 不一定要的东西 全部都要答案的 看 这无关紧要 我们的方向在那边 跳过嘛 对不对啊 对啦 你厉害啦 你懂 它是大便啦 你厉害啦 不过你整身都是大便 这个就是重点 很多市场出现 什么问题 他就去研究 研究 研究问题 所以他都刚才讲了 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你到底是要得到答案还是问题 你要来这边得到的是答案 还是来这边得到的是问题 奇怪 什么东西没有问题 做人本身都有问题啊 是不是啊 不过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很奇怪 有时候我们要 能够说 跳过 往前跑 那也需要一种悟性 需要智慧 我是当说 我们在我们身边的朋友 需要扮演一个 很积极正面的角色 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名称 以前Corea他们都有叫我一个名称 叫做 Negative Deflector Negative Deflector 什么意思啊 就是 负面的 反射器 那个人如果是很消极 很负面的 他一遇到我 他就糟糕了 通常一般上很负面 很消极的人 看到我都会很怕 我都会跑 最近这几个朋友出来吃饭 他是做饮食业的 他是卖串串火锅的 一年多前 我们有出来喝茶 那么就跟我讲 他有这样的概念 我看到他的 那个思路 他的店的设计 觉得这个人很有想法 觉得这个人 真的是不错的 很本事的一个人 那么想要在新加坡的一个 比较中心的地方 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开一间店 当时 真的是 他的兴致很高 觉得做起来一定是不得了的 那么一年多来 没有什么联络 突然间他又叫我出来吃饭 我刚好在新加坡 吃饭 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聊天 天南地北什么都聊 他就说 你就好咯 这么多人在帮你卖 现在 你们的比较容易 我现在这个生意 我想要放弃了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 以前我开始做的时候 那种新加坡的串串 才一两间 这一年下来 哇 好像到处都有 开了七八间 你看 牛车水那个地方 开了四五间 而且那边的租金才八千块 我的租金一万八千块 没有办法跟他竞争 菜我也加了很多样 我也做促销 朋友宣诈 我的广告也做 而且我的地点这样好 还是竞争不了 而且尤其是我的租金很贵 成本也很贵 他就一直在讲 我就在听 听起来好像是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不容易的 是不是 听起来都有他的道理 我听听听听 听完了 哇 哇 哇 然后讲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我就问他 你讲完了没有 他就 讲完了 我说我一个朋友也是这样 他是做工厂 开工厂 他就跟我讲说 哇 现在开工厂 比如说 中国在深圳这个地方 开工厂 不能做了 不像十年前 租金全部上 员工的薪金也上 材料的成本也上 根本都不能做 那么我时常会跟我朋友这样讲 我说人家开厂 你也开厂 人家的厂开到 员工有几十万人 开到好像一个城市这样 开到里面有便利店 有银行 有医院 人家做厂 你也做厂 你说厂不能做 跟厂无关 跟你无关 是不是 相同的 人家做饮食业 你也做饮食业 人家做到在五星级酒店 米其林几星几星 分行 全世界各地 你开那一间小小间的店 你跟我讲 你不能做 所以不是饮食业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对不对 我就问他 你有吃过你的产品吗 他说吃过啊 我说好吃吗 他说还好 我说 这样你还有救了 是不是 我说有没有可能 今天我走进你的店里 我拿起筷子 夹一块东西出来 我放进嘴巴的时候 突然见我讲 我的天啊 这是什么东西 这么好吃啊 我要问你 你怕 没人来吗 你怕没有广告吗 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多少精力 多少代价 在研究你的产品 他听到杀了 我说还好 我不是做饮食业的 要不然我的穿穿第六代 现在 回去几晚不能睡觉 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们身边 就是要有这种积极的朋友 在我们身边 扮演身边的朋友 扮演一些积极的角色 改变一下他们的生活 那天我就跟一些飞马 分享这个故事 当我讲到说 他在埋怨 他的这个生意不能做的时候 就有一些人讲说 做立威了 每个人就想 我说我不是这样的 就算我是指销商 我也不会直接叫他来 不会 因为我知道他在那边遇到问题 他不能解决 在这边他也一样不能解决 市场就是这样 你要成功 你必须要经过这条路 就是必须要经过这条路 没有捷径 你需要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承担起来 没有死 再继续地走 你就必须要经过 这不是我讲的 你在任何一本书里面 都可以读到的 每天都在教 每天都在分享 每天都在讲 市场 我们要集中 对不对啊 很多人的脑 市场就很大 我要打中国市场 因为中国人很多 跑来跟我讲说 老板你一定要开中国市场 我说为什么 因为中国很大 我需要你来跟我讲 中国很大 我不知道 中国市场很大 老板 是哦 谢谢 谢谢你告诉我 谁不知道 不问题是 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中国人 那个 没有话讲 你在中国嘛 国外的 你在你自己的地方 他觉得没市场 他觉得他要去打那个市场 打那个市场 你用什么打 用拳头打还是木棍打 你还是不是 是不是要去推荐一个人 一个人来 对不对啊 一个一个推荐来啊 你在你自己的地方 资源这么多的地方 你都没有办法推荐一两个人 你都没有办法制造一个 五十个人的团队 一百个人的团队 你跟我讲 你要打那个市场 这个市场 一百亿的人口 都跟你无关 因为你没有办法制造 这个团队出来 对不对啊 关键你要知道 在任何地方 你都能够制造团队的 Reway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我们在马来西亚的 大三角开始 是不是啊 没人要去的地方 我在大三角的时候 每一天都有人跟我讲说 直销不是这样做的 都是从吉隆坡开始的 从首都开始 我说没有啊 对我来讲 我只想证明一样东西 在哪里开始都一样 如果你有办法建立团队 你在哪里都一样 你没有办法建立团队 我放你在更大的市场 都没有用 对不对啊 这就是市场 市场就是这样 关键就是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去拿这个市场 很多人就想要说 看到那个 哇 那个进来就一定会爆 以为叮咚一下 他自己会爆 这跟重码票 没有什么差别 就像重彩票 投机啊 没有什么差别 那么你都知道 如果是要投机取巧的话 没有一个行业 你会成功 没有一个行业 所以还是要花时间去 练习我们的基本功 我把你丢在任何地方 甚至语言不通的地方 你都能够 在里面脱颖而出 当我把你放在更大的市场的话 你才有得发挥 是不是啊 要不然没有用 所以先把这些 先能够很有效地 把一个产品销售出去 先有这样的功力 很有效地 可以借到很多的力量 很会谈 很会借工具的力量 来吸引一个人进来做立位 把那个百分比弄高 你谈十个 有六个想跟你 哇 或者你谈十个 有七个想跟你 哇 我恭喜你 那时候有可能 你都不想去别的地方了 因为对你来讲 在哪里都一样 因为我是在现在讲 还是之后 现在 好了 顺便撑这个机会 今天我有很多段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今天顺便撑这个机会 反正刚刚吃茶点嘛 对吧 肚子的还没有消化 多给我一点时间 给你们大概知道一下 因为这边都是 立位的 很重要的 内部的人 给你们大概知道一下 就是 这个月 上个月的月头 大概十号左右 我们有 我们有召集我们的 同事 所有的同事呢 都一起去到 我们的 办公室 就是宁夏的办公室 也不可以算是办公室了 就是一个 地方 一个酒店里面 我们就有一场会议 早上一个部分 下午一个部分 早上呢 是所有的员工 下午呢 我只是跟 见那些经理 那么我就 报告了一些事情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给大家大概知道 我当天在讲些什么东西 基本上 在那个会议之前 我就已经把风声放出去 跟很多同事讲说 尤其是经理 有什么可以吃 赶快去吃 有什么可以去玩的 赶快去玩 可以休息赶快去休息 因为好日子将要结束了 我是向他们讲 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给他们一个 心理准备 有东西要来了 而实际上呢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 当天他们就有 这样的心理准备 其实我就 大概给他们知道 接下来V-Way的方向 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今天 有这个必要跟大家讲 V-Way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有七个部门 七个部门 七个部门呢 都有负责人 我们有COO CMO CFO CDO 就是Development CTO Training Department CCO 就是Compliance 法务部 还有我们的CSO 就是我们的 Establishment 矿购部 那么每个部门 都有自己的经理 经理群 然后经理群 都有自己本身的一些 同事 我们的Executive Level 里面有Designer Accountants Administration 很多 这些人 我事实上 跟我的同事讲 我们所有人的目标 和目的 就是来服务 你们 听得很爽 不过事实上 就是这样 直销公司 就是必须要这样 我们要服务 我们的直销商 那么 好了 就发现到 在Reway的决策 一直都是 在高层 就是说 这七个人 包括我在内 那么我们通常 就会找一个地方 坐下来 我们就讨论 接着下来 Reway的方向 Reway的什么 我们就会 由这八个人 大部分都是市场的人 我们做一个决定 说 接下来的方向 是这样 一直都是 相安无事的 一直都OK 之前是四个人 后来就变八个人 不错了 不过Reway的 这个发展的速度 我们一定要跟得上 所以我就发现到 我们去年 十二月 所做的决定 来到六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的时候 接着下来的决定 好像它不够完整了 就是说 当时我们看到的 和今天我们看到的 有可能是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人在成长 组织也在成长 市场也在变化 所以有时候 我们做的决定 有时候是比较 last minute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配合 现在的市场的情况 我们不能够说 做了三年后的 一个决定 不可以的 因为当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发现到 遇到一些 这个架构 已经 就是说这八个人 已经不能 代表整个Reway 就坐在一个房间里面 就可以做决定的 不可以了 要跟着组织成长 为什么 因为Reway 现在国家比较多 对吧 我们在某一些国家 已经开始设点了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有在这几个地方设点 其实我的animation 是很散的 它出来 不不用紧 我们在这几个地方设点 我们有新加坡 然后我们去马来西亚 然后我们去 印尼 然后去台湾 然后去泰国 菲律宾 缅甸 有一间 然后日本也有一间 现在 在东京 刚刚开幕 刚刚有一场表扬大会 这个就是我们这几个国家 你看 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说 我们拿 缅甸来讲 缅甸已经开始了一年 那天我看到 敦敦拍 他们还有 几个Demilic 庆祝我们的一周年 是不是 缅甸一周年 我看到有点汉颜 很快 一年 好了 那么 缅甸现在是这个情况 那么 我要问你 是不是应该的 应不应该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这么多Demilic 这么多这个 是不是 我觉得 其实还可以更好 很多时候 我们公司的决策 会影响你的组织 同意吗 会的 比如说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比如说 一开始 就是一年前 我们reway 开始缅甸的时候 我们reway 是没有其他的市场 就只有缅甸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你觉得一年后的今天 会是今天的情况吗 我们想一下 如果现在reway 没有别的市场 就只有缅甸而已 我们focus在那里 你觉得今天的缅甸 会是现在的缅甸吗 OK 大家都同意 是不是 你看 为什么呢 它应该更好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它可以更好的 就是某一些决策 某一些东西 我们其实是可以 想到这个地方 不过有时候 我们几个人 在办公室里面 吹空调 没有人懂的 有时候不是没有人懂 会有盲点 人都有盲点 所以我发现 在这种会议里面 它必须要增加更多的人 至少说 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有人会举手 然后说No 不是这样 这个plan 其实应该再加入 这个东西 它可能是代表缅甸 它会有一个 反对的声音在里面 为这个快乐地方的人 着想的 如果有这样的话 我觉得 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更好 同意吗 如果这样的话 所以后来呢 我就跟他们讲 这是我跟同事们讲的 今天我只是在这边 顺便重复而已 我说 2019年对Reway来讲 或者对我来讲 是第一年 是Reway的第一年 我在video有讲吗 魔剑了 过后要用了 是不是 明年是第一年 今年我们要做好筹备 像我们要开一个生意 我们要开一个企业 我们一定要筹备 过去十年是筹备 明年是第一年 所以第一年的开始 我要是 那种的 所以明年2019年 Reway的内部的架构 就会有一些改变 我就宣布了 他们的 未来的方向 就是 那天我是讲 Your future 你未来的方向 在这边 我在跟你们讲 Their future 我也让他们知道 在Reway 你是直销商也好 你是同事也好 你相同的 都有自负的机会 因为Reway的财都会散 通常我们讲 公司的利润 就是我的收入 是不是 对吗 公司是我的 我不需要交代 任何股东 什么都不需要 公司的利润 其实就应该是 我的收入 对不对 不过你相信我 不只是我讲 我身边的人 每一个人也不需要问 他们都一致地认为 或者说认同 Reway的收入 Reway的利润 绝对不是我的收入 我认为 Reway的利润 是公家的 阿公的 我们讲 就是属于我们 每一个人 当然 当然 没有这么伟大 我在里面 也会拿一部分 我自己本身的收入 一部分 因为每个人 都有一部分 对不对 我的同事 他们也有一部分 每个人都有一部分 那一部分 绝对也不是最多的 就对了 就我会确保 我那一部分 不是最多的 或者拿到最多的话 我会很不自在 就是Reway是这样的 所以 这个 就是我们会投资 回组织 所有的钱 最多回组织 然后 我们拿我们那一部分 收入 我是打工的 基本上 我是打工的 然后我的老板是你们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也就是说 既然有这样的资金 这样的钱 当然我们一定要把钱 放在有生产率的地方 不是我们很现实 不过我们公司要有生产率 我们就必须要把钱 放在有生产率的地方 同意吗 很自然的嘛 那么公司有生产率 他就可以造福很多人 好了 那么就跟他们讲 他们有两个方向 基本上 第一个 就是走副总监的路线 或者甚至总监 就是出现一个新的部门 他担任总监 或者说在一个部门里面 部门是看整个Reway的嘛 在这个国家的交通部 这样 他是看整个国家的交通 所以 然后很多地方 他们就可能要分了 就有副总监的这种路线出来 另外一个 也就是那天我要强调的 就是什么 就是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那么呢 基本上部门的呢 是我们讲 就是比较部门的 总经理呢 是比较区域的 区域 就是分区 所以先来看看 总经理是什么 基本上你查字点 总经理就是 有这么多了 那么也不需要去读 我告诉你们 总经理是什么 他的工作是什么 他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 CEO的工作 业绩 制造业绩 降低成本 他是一个领导人 就是基本上 你看我 就是GMG 需要有这样的 做我的工作就对了 OK OK好 所以GMG 基本上 跟我差不多一样 他就有自己的部门 然后自己的executive 不过他是只是管那一个区域的 所以当天我就宣布 我们有这几个国家嘛 对吧 2019年 就是说从现在 从当天我宣布到 明年 一月份左右 我就会宣布这些地方的总经理 所以这半年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这半年他们就必须要 寻找机会 在公司里面 寻找机会 有机会 有可能每个人的岗位不一样 可能他的岗位会觉得说 没有机会 那么相同的 他就在很高的位置 他也找不到任何机会 他也不会善用资源 所以他必须要寻找机会 那么脱颖而出 让人家看到 当然 这段时间 从现在 那天开始 一直到我宣布 这些东西之前 这段时间 其实 当天我有做一个 我们有做一个决定 就是 有几个比较 我们比较久一点的市场 已经比较成型的市场 我们就安排了一些 总经理的位置 好 所以这边 顺便帮你们报告一下 首先 新加坡 就是我们的 CMO Claudia Ong 他是 CMO CAM GM 新加坡 哇 非常的大 很大很大 那么第二个 Malaysia 我们的 Chief Operating Operation Officer IBC 还有 台湾 我们的 Chief Training Officer 这段时间 他们会担任 那个地方的 总经理 当然他们的野心 勃勃 很想要 发挥 到目前为止 还好 不错 所以接着下来 你看 Vway有这些 这样的筹备 就是 你就大概知道了 这样的筹备 接着下来的决策也好 什么都好 大概都知道 这个公司 一直在跟着情况 变 对不对 改变的确 就是唯一的永恒 我们不可以说 其实老实讲 没有人想变 就好像要出 第六代这样 它是不简单的 对不对 害到现在 都没有人有祸 它真的是 没有人想变 它会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 比如说 接着下来 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有很多很多 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不过不变 有更大的问题 对不对 如果你不变的话 它真正大问题就来了 所以从这边 我觉得Vway很有希望 我不懂你们 有没有看到希望 我是觉得说 这家公司 变化的速度比我快 对吗 我们也可以从中 学习到一些东西 就是很愿意去 改变 不会说 很大了 我们每天去卡拉OK 喝酒 完蛋 对不对 所以你放心 我们比你更努力 你还好 你还好